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 乙肢直角三角形的兩股腸分別是A跟B 那C是斜邊 而且ABC它都是正整數 而且A它是直數 它要你證明說 這個數它是一個完全平方數 那怎麼正好 首先 這個是直角三角形 所以它滿足B字定名 A平方加上B平方 等於C平方 那A它是直數 所以我就曉得 這個C平方減掉B平方 這是A平方 A平方直數 那我就可以因式分解 因式分解成C-B 乘以C加B 好 那我們知道說 A平方 A是直數的話 這A平方只有什麼呢 三個因素 正因素 只有1 A 跟A平方 所以它只有可能什麼呢 這個只有可能1 A或A平方 那這個如果是1的話 C-B等1 A平方 那這如果是1的話 這個就是A平方 C加B等於A平方 那這可不可能等於A 如果這等於A的話 這也是等於A啊 那B就會等於0 所以不合 這個就不能等於0 因為它都是正成數 那這個更不可能是A平方 這如果A平方這個就是1了 對啦 那這樣的話 B也是互的 變互數 不行 所以這兩種情況都不對 所以只有這種情況 好 那這樣子以後 我們就曉得 這個 這個我們來看看 證明它是完全平方數 2A加B加1 這個等於2A再加2B加2 那現在的話 這個我把它給減上去好了 減上去的話 C就減掉了 2B等於多少A平方呢 所以2B加1是A平方 2B加1是A平方 2A加上2B加1 加1 這是A平方 所以這種A平方 加2A加1 所以這是一個完全平方數 A加1的平方 所以這樣就證明了 這個數 它是完全平方數 就算是A平方 也有了 7B加1 4B加1 2B加2 4B加2 2B加2